進場 獲獎的婆媳們牽著手 走上舞台準備和新北市長朱立倫 來個大合照 婆婆和媳婦都是母親的角色 對一個家庭來說 都是重要的主角 因此新北市婦女會在母親節前 舉辦模範婆媳表揚活動 來自全市29區的 模範婆媳和家屬齊聚一堂 彼此交換婆媳相處之道 每一年來參加我們新北市婦女會 每一位所舉辦的模範婆媳 模範母親的頒獎典禮 這中間都是充滿了感動 看到每一位媽媽 為家庭 為子女的付出 每一位其實都是模範母親 頒獎的時候只是說 這裡是模範母親們的代表 每一位都是最好的媽媽 那婆媳相處是最困難的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模範婆媳 也是讓大家非常的感動 你覺得婆媳的相處非常重要嗎 對 非常重要 對社會 對下一代的教育的不同 不同的家庭 在組合一個家庭是不簡單的 很偉大 每個獲獎的婆媳 各有不同的相處故事 值得和大家分享 而這中間的相處之道 他們說其實也沒有什麼秘訣 做媳婦的要把婆婆當成媽媽對待 而婆婆則是要給出空間 雙方互助互利 兩個女人的相處其實沒有那麼難 婆媳之間相處 大家就是比較 比較要 互相的一種心情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相處得很融洽很好 你是說要為彼此著想嗎 對 一定要的 互相尊重啊 對啊 婆婆也都很尊重我 對啊 因為畢竟世代不同嘛 對 觀念會很多差異 但是都很尊重我 婆婆她的角色 她真的 就是把我當成自己的女兒啦 其實我們自己在原生家庭 然後嫁到這邊 然後婆婆她就是很包容 然後又很體諒 然後讓我在這個家裡面 然後很 能夠很自由 自由 然後也很 個性上面也可以很 很大的空間 然後讓我 能夠做自己這樣 我們都要互相包容 互相關懷 互相關愛 把一個家庭最重要啦 家庭比什麼都要 外面的活動 外面掌聲是假的 家庭才是我們要的東西 才是第一的 平常啊 大家都上班在忙 然後媽媽也還沒退休 那我們就是利用 就是下班之後的時間 或是平常假日的時候 就帶著兒子 然後就是帶著爸爸媽媽 然後一同出去 或者是有時候 就是會出去用餐這樣子 她跟媳婦很孝順啦 反正事情做什麼事情 都有尊重 人就是那樣 互相尊重 就把自己的婆婆 當作自己媽媽一樣 去對待她就好了 快樂的相處 要怎麼相處啊 互相相照顧 婆媳真心對待 相信這一份真情摯愛 就能夠維繫家庭的和樂 少了婆媳的問題 婆婆等於多了個女兒 媳婦多了一個疼你的媽媽 兩個女人也不用彼此為難 破壞家庭氣氛 讓全家人都難過 蘇維天空新聞 板橋報導